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美国家由于这些人很特殊的公共卫生的习惯 不肯戴口罩 也不肯维持社交距离 还有一些人不肯打疫苗 所以Omicron在这些国家都形成了海啸般的传染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虽然人数这么多 医院里头也人满为患 医疗也不堪负荷 Omicron的特质是什么 它不会形成太严重的重病 因为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鼻腔这个地区 不会到肺部 所以它不太容易致命 除非这个人原来身体非常非常不好 当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即使必须住到医院里头去的话 他就不太会容易住到ICU里头 所以美国去年在Delta里头都是ICU的人 美国在没有疫苗的时候 ICU完全崩溃的现象 在这些Omicron里头没有出现 传染病学专业并且还说了一个让大家觉得颇为期待的话 他们说或许当美国跟欧洲这么多人通通都得了Omicron以后 他们身上会有了抗体 而身上的这个抗体呢 它不会随着时间消失 它甚至比疫苗都还有效 也就是说到Omicron这样的一个病毒出现 然后大幅地传染很多人类之后 很可能代表我们这个不幸的流行大疾病 到了结束的尾声 在Holy Name Medical Center 106 employees are out sick 26 of them nurses I'm worried a lot about burnout The staffing strain is also hitting schools classes at Chicago's public schools are canceled for a third day tomorrow after union members cited unsaf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in San Francisco teachers staged a sick out over COVID precautions here in New Jersey nearly 6,000 hospital workers have gotten COVID since Christmas now the state is asking the National Guard and FEMA for help 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美新冠疫情在跨入新年之际 尽管不是天天单日飙迫百万确诊 但平均每天超过55万例 且其中95%都是Omicron新变种 也正朝向工卫专家所预言 大批民众染疫 恐导致公共服务瘫痪 美国未来几周 将难以避免陷入史无前例的社会混乱 Are you worried about just not having enough fellow nurses It's always a worr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We lost an employee So it was a challenging day It was a very emotional day But it was something that we got through together In that moment what's going through your mind Hold on a minute I'm sorry All right 马里兰州率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因为过去七天 全美暴增45% 也就是近12万人的住院数 不仅仅是去年一月以来首件 也连带导致该州和俄亥俄 德拉瓦及乔治亚州医疗体系不堪附和 先后请求上千国民兵进驻支援 纽约市甚至包含第一线远警 消防员及地铁站 也因疫情海啸 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 更可怕的是 流感遇上新冠病毒结合产生的Florona 最容易找上棉疫系统较差的幼童 官方已宣布 开放12到15岁开打第三剂加强针 并缩短间隔时间 从六个月到五个月 Kids 5 and older are eligible but CDC data shows as of last week only 23% of children 5 to 11 and 62% of kids 12 to 17 had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compared to 86% of adults 英国新冠病例飙升 也导致公共服务染疫率居高不下 部分铁路航班已被迫取消 或改裁紧急时刻表 医疗体系缺席率也暴增31% 几乎是上个月初的两倍以上 但牛津大学教授 同时也是英国政府公卫顾问John Bell仍坚持 新冠疫情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 他以英国临床数据进行分析称 就算确诊数持续创新高 入院人数也达到三月以来最高水平 但接种疫苗者染疫 还会被送进加湖病房者 疫区只可数 这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 专家要大家别再执着于数字 但认谁也无法忽视 这个星期全球七天新增确诊 已明显较上周暴增71% 达950万例 6号累计突破3亿 距离上一个门槛2亿 更足足只花了155天 比1亿累计到2亿的190天又再加速 包括世卫组织等多位专家都不赞成 把Omicron视为症状轻微的病毒 因为就算它的致死率比不上Delta 高传播力及免疫逃脱的能力 仍足以让全球置身险境 近期一次全面性的废水检测 显示当下 美国新冠病毒感染水准 已再次写下历史新高 约翰霍伯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学者认为 这项领先指标将可让社区 在爆发群聚感染前预先提防 因为感染者在使用厕所时 往往会把相关讯息一起冲掉 然后和成千上万他人的排泄物混合 长期监测在公卫防疫上至关重要 至于当前美国学校和企业最常用的快筛抗原检测 虽然FDA已公开说它不容易筛检出Omicron PCR核酸检测才是最佳选择 但防疫专家佛奇仍出面力挺 且就算有说法称一般医疗及不口罩防不了Omicron 法国巴黎等多国仍强制要求 11岁以上民众室内室外都要戴口罩 因为接下来疫情将呈现超音速飙升 美国在抢先下定辉瑞一千万剂口服药后 又宣布加买一千万个疗程 对抗一月可预期的疫情海啸 不过同一时间因应缺工考量 也在学者建议下将隔离期从十天缩短为五天 美国期待科学防疫能捍卫经济 因为好不容易等到了供应链紧争有所缓解 Omicron加速在全球蔓延 却有可能再次加剧劳动力和供应短缺 这原是一个美国企图重振本土制造业的新契机 纽约时报日前率先撰文披露 从棉纺织业到电动汽车产业 多家龙头企业均已录取表态 考虑在疫情后将产业链从海外迁回美国 因为一场疫情让他们体会到 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更胜于成本 尤其是产品复杂且附加价值高 将引领复苏的产业 诸如汽车 半导体 国防 航空和制药 都必须赶在疫情结束前重新定位 他们不能让突然冒出的Omicron大乱布局 这一战是一战 而不是一战产力量 而是一战产力量 而我们可以连异的 什么该会发生 和如果事情应该被做得更好 我们有些关系 我们有关系的关系 我们在各种领域的领域 但是现在我们要努力 彭博社报道称 眼看全球最大的制造地区亚洲 正逐渐摆脱新冠病毒的阴霾 至少在Omicron变种来袭下 也没有欧美那么惨 高盛经济学家对全球总体前景感到乐观 趁就算新冠防疫限制 仍将继续对商品需求造成冲击 2022全球经济增长仍将高于趋势水平 Omicron对物流畅通的阻碍或将持续数月 但今年的关键词是坚持不懈 他们深信需求暴增所导致的供应链紧张 和严重通膨终将能够化解 2022他们看好疫情终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